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基于PDO实现的 对不同的数据库驱动都是统一的语法 Now SYNC PPP 5.0查询构造器 它使用了PDO参数保定 以保护应用程序免于色谷注入 因此传入的参数不需要额外转移特殊字符 我们上节课完成了对SYNC Data这个表的增伤改查的操作 那我们这节课呢用查询构造器 再来完成一下插入更新查询和删除 好同样打开我们的TP5框架 打开index.pp 还是在这个里边写入我们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插入一条数据 插入记录 它用的方法和我们上节课学习的非常相似 它仅仅这次调用的是我们的一个table方法 然后里边写上我们的是全部的表明 带我们的前缀 然后调用的是insert 里边传进来的数据呢 是一个数组的形式 好我们来调用一下 db 帮号 然后里边写我们的表明 sync 大家注意 我们这个里边的表明是带着前缀的表明 然后后边写上我们的insert 里边写上我们的数组 我们的id是自增的 所以呢 你就不会可以不用写id 然后再写上我们的具体插入的数据的值 字段和值 name 黄晓明 然后status statos e 好 同样呢 我们把它复制给一个变量 执行完他们的结果 然后再来dump一下 我们再来调用一下 3w.tp5.com 后面跟上我们的入口文件 index.php index 模块 index 控制器 db 好 然后呢 我们来数据库里面来看一下 重新加载 刷新一下 大家来看 现在黄晓明是不是已经插入进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插入操作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更新操作 更新操作 它是也是同样用table方法 然后后面跟上我们的wire 你要具体修改的哪一条数据 然后后边是我们update的函数 好 我们再来调用一下 注释一下 更新记录 dollar result 等于 你的db 调用table方法 要修改的表明 data 然后 条件 你要修改的是哪一个 where 我们修改id等于1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id等于1的是谁 周杰伦 id等于1的周杰伦 状态为1 好 那我们来改一下 然后 后边 我们再来写上我们的 update方法 同样里边我们是要一个数字 update name 周杰伦 我改为 刘德华 然后status 状态 原来是1 现在改为0 好保存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成功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周杰伦有没有发生变化 状态有没有发生变化 大家来看 现在我的名字是不是变了 名字已经变成了刘德华 状态呢 也改为了0 OK 我们把这道代码再给大家注视一下 插入更新 那我们接下来要执行一个查询 查询呢 你可以去写这个查询条件 也可以不写 不写这个where条件的话 那我们查询出来的是一个二维数字 如果说我们写了具体的条件 那你查询出来的就是一条具体的这个数据 好 那我们来调用一下 查询数据 $.db 我们不写 查询条件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把我们所有的数据都给查询出来了 select 好 你再来运行一下 大家来看 是不是把我所有的数据都查询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里边 在前面我要写上一个where条件 where我要查询id唯一的这条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过的 大家应该都学过的一个连贯操作 好 我们呢 再来查询一下 是不是 查询出来了一条数据 那好 我们呢 把这段代码再来注视一下 来看一下 删除操作 删除数据 用table 然后写上我们的wire条件 然后写上我们的delete 删除数据 $.result 等于db 调用我们的table方法 里面传上我们的表明sync 下面的data 然后 where id唯一的 delete 来 高层 我们再来调用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刘德华这条数据 有没有被我们删掉 来重新加载 是不是已经被我们删除了 这个就是我们查询构造器 为我们封装好的一系列的方法 那 手册里面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 由于我们在数据库配置文件当中 我们设计了 数据表的前缀为sync下滑线 那因此 我们如果说 在用这个table方法的时候 我们里面写的是带前缀的 如果说我们table方法呢 也可以改成内部方法 如果是用内部方法的话 那我们后边这个 里面这个参数 我们的数据表的前缀 就可以不用写了 这样呢 就不会因为数据表前缀的修改 而改动了我们curd的代码 curd的代码 也就是create update read delete 增上改查的操作 那这个内部呢 大家跟我们这个table的操作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练习 那我们继续来看 如果呢 我们使用系统提供的助手函数db 也可以进一步简化我们的查询代码 直接用一个db操作 然后呢 生成一个对象 然后通过这个对象 电用这个方法 这个是sync pvp5.0 为我们封筑好的助手函数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把我们的代码给注释一下 同样 他首先第一步 他首先第一步通过这个助手函数 生成一个对象 然后让这个对象去插入这个数据 然后去更新这个记录 然后再是查询 然后最后是删除 他这个里边传入的这个表明也是不带前缀的 ok 那我们就先来生成一个 $db等于通过调用助手函数 里边 传入的是我们的这个表明 然后$db 调用我们的插入数据的方法 insert 同样里边是我们的传一个数组 name 里边写上 黎明 然后状态 status 为一 好 那我们这段代码就用不到了 我们来执行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有没有多了黎明这条数据 大家来看 是不是id为5的 是黎明这条数据 这是我们的增加的操作 那更新 同样 $db 调用我们的 where 然后我们把黎明这条数据给改一下 黎明id是为5的 然后改为 update 同样里面是传一个数组 update name改为 郭富城 我们传入的数据要是字符串的形式 status 改为2 状态 为2 好 我们再来保存一下 再来运行 再来验证一下 id为5的黎明这条数据已经变成了郭富城状态 也发生了改变 那另外两个呢 大家自己可以做一下演示 就是直接 我们已经做了 插入和更新 然后直接把这个拿过来 就能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 这个db助手 黄硕啊 它默认情况下 每次都会重新连接我们的数据库 因此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尽量要避免多次调用这个 这个呢 在我们这个完全开发手册里面 它有一个相对来说详细的介绍 那每次都会重新连接数据库 而我们使用db 冒号冒号 内幕或者说db table的方法的话 它都是单立的 这样子的话 它就减少了我们这个内存 提高了我们整个的效率 我们尽量是能不用这个助手函数 就不要使用这个助手函数 那大家来看下一个链式操作 使用这个链式操作 可以完成复杂的数据库查询 那我们刚刚进行的一些操作 就是我们的链式操作 我们这个箭头过去 然后跟着wire方法 然后field order limit select 这就是链式操作 然后呢 链式操作是不分先后的 只要在我们的查询方法 也就是select方法之前调用就可以 也就是说 你 在调用的时候 select方法 它是必须要放到最后边的 你中间这几个方法顺序 打乱 没有任何影响 那我们呢 来查询一下这个链式操作 按照它这个用法 我们来调用一下 先是查询的id 然后name order排序的 然后dsc 查询limit select 好 那我们呢 就来调用一下链式操作 主要代码给注释一下 链式操作 dollar is 等于我们的db 帮号 然后name 我们这次来用一下name data 然后查询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链式操作对用了哪些方法 就是什么where status 状态等于1的 然后查询哪些字段 然后order ok 来查询 where status 等于1的 然后 查询哪些字段 field 我们查询 id 然后name 再查询我们的 order 排序 排序 降序 然后查询几条 limit 三条 然后最后呢 执行select 查询方法 然后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 dump dollar list field 好 我们这个field的方法 给大家写错了 f i eld 来保存一下 我们再来重新刷新 ok 大家来看 我们是不是已经查出来了 id 黎明 黄晓明 昆灵 查询出来了 三条数据 那他的id 是不是 降续的呢 黎明 黄晓明 昆灵 昆灵 对吧 黎晓明 昆灵 ok 这是我们的链式操作 那我们支持链式操作的查询的方法呢 包括select 是查询这个数据集的 fund 是查询单个记录 也就是一条数据的 那insert 是插入记录 update 更新 delate 删除记录 value 是查询一个具体的值 然后这个是查询climb 这个是一个查询列 chunk 是分块查询 count 是聚合查询 更多的链式操作方法呢 我们可以参考官方的完全开发手册 目前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快速开发手册 然后这个呢 是完全开发手册 ok 那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